拍戏要吃便当 主持节目中间放饭也吃便当 很多人中午啊 甚至于晚上也都是一个便当就解决了 便当凉了就放进微波炉给他微波一下 台湾呢一年能够创造出500亿的微波商机 已经这个商机大到国泰集团创办人的儿子蔡陈南 都决定要扎下资金 要来抢进这块庞大的市场 就连台北30年老店也收掉了店面 转进微波料理市场 到底这个市场还有多大的商机在里面 我们的深入报道 面条Q弹牛香气十足三分钟 微波炉也能做出现煮牛面口感 微波食品全台一年商机500亿台币 横大市场就连他国泰集团创办人蔡万村之子蔡陈南 也砸下资金抢进微波美食市场 将来一般家庭尤其是这个小家庭 大家都很忙着在上班 我想这种加工食品 应该是变成会变成主要的一个 在家里吃饭的一个主要的产品 中天新闻独家进入蔡陈南产线秘密基地 做出美味的牛肉面 汤头很重要 大骨必须先烤过 这可是蔡陈南将西餐做法 运用在中式料理上 出来的汤头才会香 十斤牛就要用上六十斤的牛大骨 烤了一个小时后 再炖上至少八小时 接下来牛精牛腱也很讲究 牛肉面最后要进行分装 不过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要把从高汤里面 萃取出来的牛油 放进每个汤包里面 最后再进行真空包装 就大功告成了 整碗牛肉面好吃的关键 就是要加入这一汤匙的牛油 才能进入真空包装 还要洗个冷水澡 保持在二十五度左右 就连面条也不能马虎 牛肉面是讲究比较宽的面 因为牛肉面用细面 比较不适合 所以我们就去观庙那边 跟他们研究了 作为现在我们这种牛肉面 煮出的牛肉面 让国泰金 董上菜红图台积店 董事长张周毛 对微波料理 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由于坚持品质 每天产量有限 仅在美式量饭店贩售 在一年还是能卖出三万盒以上 年营额近两千万 全台一年五百亿 微波食品商机 不过人口是台湾八十倍的大陆 目前一年才一百亿元销售额 未来还有大湖的成长空间 也成了大老板们 眼睛发亮的市场 同样看好 还有另一家老牌牛肉面店 原本在台北开了三十年 四年前把店面收掉 搬回桃园 转型变成冷冻微波牛肉面 汤头跟先前店面煮法一样 不像一般用压力锅煮牛肉 用的是这特别的铸铁锅 小火炖煮一个小时 肉质才能更鲜甜 急速冷冻 再保留牛肉的弹性 这家老牌牛肉面转进微波市场 过去店面时代 一年卖十万碗 现在一年最高卖三十六万碗牛肉面 免疫额至少三千万元以上 店位置不够 所以老板就毅然决然就想做 做发展出比较方便 适合大家在家吃的 冷冻微波的食品 光牛肉面这边做不乏数十家 知名的业者 大家再努力这一块 根据统计 台湾家庭微波炉 普及率一达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 每年以百分之五的成长率 也增加中 而且新军北的企业有六十以上 办公室都有冰箱汉微波炉 台湾人会轻购改变 烧子高龄化 加上忙碌的生活 让微波食品 变进年成长率百分之八 不少餐饮业一直开始转型 让这块微波冷冻食品 成了餐饮业的新市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